听到二女这般暗藏积风的交谈,隆东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,但仿佛想起了什么,又忽然冲着韩丽问道。 韩道友,你修炼的飞剑倒很奇特,同时就有七十二口,而且看起来是一整套,并且威力似乎不同一般。 扯得让我也想起了西年一位也是非常修士的前辈。 那人当年虽然是一名炼虚后期存在,但是凭借着七十二口飞剑部阶的剑阵,竟可以立敌一名合体修士而不落下风,在当时也算是轰动一时了。 不过此位前辈的剑光都是青色的,而和韩兄的飞剑倒有些不同,不知韩道友的飞剑是否也就有同样的剑阵神通呢? 隆东仿佛对韩丽刚才施展的青竹风云剑颇感兴趣。 哦,有这等事情,不知这位前辈尊姓大名,虚斩的是何种剑阵? 在下修炼的飞剑如此之多,只是想以数量课底而已,哪懂什么剑阵? 哦,龙道友说的这个人,我倒也听说过一二,听说是一名叫清元子的前辈,当年的确是一位奇人。 虽然不知他计练的是何种剑阵,但听说其修炼的功法竟然是出自其自己创立的。 不过可惜的是,听说这位前辈在多年前进入盲荒之中,就再也没有消息了,否则以这位前辈的天纵之才,进阶和体期恐怕是大有可能的。 龙东也不动气,只是笑笑而已。 韩丽听到这话,确实默然了好一会儿,无论从称呼和法宝上,还是自创功法的说法,这位清元子看来就是当年那位创立清元剑阵的下界前辈。 竟然能从眼前二人口中得知这位奇人的下落,还真是让他大感意外。 可惜的是,他已经选择了法体双修之路,否则按照其修炼的清元剑阵,设法得到这位清元子的传承功法才是正途。 心中如此想着,韩丽却神色不变,冲其他人略一失礼,就化了一道灯光,一下飞到圆州最高处,然后自顾自地盘膝坐下。 见韩丽一副不想与交谈下去的样子,小红与血质青年互忘了一眼。 立即打着哈哈,刺散开来。 有的也回到自己的境势,继续静坐修炼,有的则到豫州的其他处,另行其事。 韩丽虽然双目微闭,但自然不会真的就这般入定修炼,而是将一些尚未参悟透彻的功法在脑中翻来覆去的思量不停, 一边将自己的部分神念放出,时刻监视着灵州附近的动向,以防再有什么古兽对灵州漠然发动攻击。 在接下来的七八日中,灵州在聚州遮蔽下,虽然途中再遇到一些其他类型的空中鸟兽,却均都有惊无险地渡过。 这些兽群显然不像第一次遇到的那些四翅怪鸟那样,拥有看破灵云州禁制的能力。 就这样,一下就到了韩丽轮值的第九日。 中午时分,当他起身将灵州上的灵石重新换了一批上去,正想再返回原来打坐之地,脚步却是一顿,忽然一扭头,脸现惊讶之色,看向灵云州前方望去。 怎么可能,此地怎会出现这种东西? 韩丽似乎感应到了什么,脸色一下变得难看异常,喃喃两声,口中忽然发出了一声长笑。 虽然声音不大,但足够唤醒在静视入定的其余四人。 片刻后,几道顿光从周中飞射而出,几个闪洞间就到了韩丽身边。 出了什么事情?韩兄为何召唤我们?难道又出了什么危险? 这是什么?难道是…… 少傅和隆东方一现身,一前一后开口起来,只是小红话语里充满了疑问。 而隆东却马上发现了什么,一下吃惊起来。 白眉青年和少女也在同一时间将自己的神石放了出去。 那是什么?难道是真灵气的存在? 白袍少女虽然没有言语,但目露骇然之色。 韩丽此刻已经平静了下来,在其神念感应的数百里远处的高空,赫然一个个几乎遮蔽大半天空的巨大黑影悬浮在高空之中。 黑影附近黑云滚滚,因有雷电闪烁轰鸣,而在黑云之下,无数道灰色飓风拔地而起,仿佛一根根晴天巨柱,直接接连着空中和地面。 而云中,偶尔露出了一小片长满了灰色鳞片的躯体,只能让人惊骇其巨大,却根本无法判定黑影真实身份。 不过远远看去,可看出黑影成圆形状,如此巨大的身躯和此惊人声势,似乎真和传闻中那些体大如山的真灵级存在大为相似。 这就怪不得玉州中众人一见之下纷纷面色大变,就在所有人都心中骇然的时候,从远处天边传来了一声,仿佛牛吼的怪异叫声,随即轰隆之声大作,仿佛无数巨雷在远处爆裂开来。 即使隔着如此之远,这些雷声仍然连绵不绝,清晰一场。 这不是真灵,是古兽雷龟,此龟据说是蛮荒古兽中形体最庞大的几个种族之一,但一般只是凭身体吸纳空中的雷电,不会主动攻击其他生灵的。 当然,要是真的招惹它了,它自然也是极为可怕的存在,起码也是要合体气修饰才能正面抗衡的。 雷龟?就是传说中在天壘中诞生的那种古兽。 我可听说这种巨无霸,只要有雷电供应,身体就会可以无限膨胀下去,是一种神奇之极的天地奇兽。 听说仁族玄武镜中具有脱尘之力的那头。 灿灵巨龟,就可能是一只雷龟的。 眼前的这只虽然不小,但和其他相比,却是小物件大物了。 灿灵是否真是雷龟,我等也不太清楚。 若真是如此的话,眼前雷龟恐怕尚不及灿灵巨龟的万分之一大。 不过就是这样,我等若是触怒了此兽,同样小名不保的,还是避开此兽的好。 这倒是,其实这也是我等机缘不小。 这种雷龟通常都是潜伏地下,很少浮出地面的,一般人不可能轻易见到的。 一般他浮出地面,都是……不好。 此龟既然出现在此地,这里必定有可怕的雷暴出现。 龙既快些驱动灵舟,离开此片区域。 小红先是点头,但突然间想起了什么可怕之事,面色刷得苍白无比,惶恐大叫。 雷暴。 一听这话,包括韩丽在内的所有人,面色大变,隆东脸色发青,身形一晃,骤然间在原地消失不见。 下一刻,却出现在了十余帐外的船头上,同时单手一翻,手中突然多出了一个令牌状的法器。 只见他两手一搓令牌,四周遍布的白云竟然瞬间溃散消失。 接着灵舟突然间一顿,猛然间方向一变,击视而出,顿速一下快乐大半有余。 化为一道白红,直冲天边而去,但灵舟尚未顿出数十里之地,远处黑影的上空,漠然又出现了一层蓝灿灿的霞光。 接着此霞光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,突然四下滚滚扩散开来,速度之快,让人折舌不已。 几乎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,众人就可在渔舟之上,单凭肉眼就看到天边一道蓝线发出,轰隆隆巨响现出,其中无数电光闪动,仿佛无数妖魔张牙舞爪的飞扑而来。 早就听出雷龟出现,必定有雷暴紧随而来,此事果然不假了。 几位道友,快来助我一臂之力。 血之青年一见蓝光闪动,倒吸了一口凉气,高声大喊,其他不用他说。 白眉青年和少妇等人也早就看到了远处飞快逼近的蓝光,神色绝对好不到哪儿去。 几乎不用思索,两人手绝一掐,身上就冒出了刺目的各色灵光,流转不定,其往足下玉州而去。 韩丽和白袍少女的举动也未慢到哪儿去,马上做出了同样的举动,顿时无骨灵力,骑往凌云州体内狂驻而入。 众人联手自然远非先前可比,足下州体发出了滴滴的污名声,突然一下巨震,周围的景色就彻底模糊了起来。 在急速之下,灵州从一道白红换成了一道流光般的虚异,只是几个晃动,就一下从天边一头顿到了另一端尽头。 不过,就是这般速度,灵州身后那一道蓝线的速度,竟似乎丝毫不下于灵州急速,始终紧追不放,跟在后边。 这让隆东等人亥然之下,这才知道传闻中的雷暴可怕,真的名不虚传,但也幸亏是几人联手,将灵云州的顿速发挥到了极致,更换了一个不擅长顿速的普通化神修士,恐怕根本逃无可逃。 当然,韩丽等人都不是一般化神修士,各自拥有一些保命秘术,单独催动的秘顿之术,倒也不一定比眼下的灵云州慢上多少。 但是如此做的后果,自然大都会有些后遗症,不是元气大伤,就是精血大损。 在这种步步危险的蛮荒界中,谁也不敢冒险这般做,所以这次韩丽等人驱动灵云州道士同心协力,让灵州一口气就顿出了数万里之远。 身后蓝光终于不见了踪影,雷鸣声也听不到了丝毫,众人这才心中一松,提表灵光一脸,纷纷收了灵力。 灵州顿速,一下放慢了起来。 好险啊,这次可真亏了小仙子反应够快,否则稍一迟疑,我等都会被卷入雷暴之中。 虽然不一定会陨落其中,但绝对难以全身那儿退的。 妾身也是侥幸,虽然雷归致命不小,但是有关其习性,外界还真知道的不多。 小美族中曾有一位长辈,独自击杀过一头雷归,故而知道这么一些。 雷归一般都是潜伏地下的,轻易不愿浮出地面的。 只有感应到了什么地方有雷暴爆发,才会显身吸食雷电之力的。 但话说回来了,成年雷归这种奇兽,体内会诞生两颗异珠,一颗影雷,一颗壁雷,功用之大,据说神妙万分。 其实没有雷灵根者得到此珠,也可轻易操纵雷电之力的。 当年组中那位长辈即杀的那头雷归,只是一只幼鬼,故而并未得到这两颗奇珠。 不过,雷归之壳蕴含着惊人的雷电之力,是少见的炼制雷属性宝物的绝佳材料。 若是大神通修时碰到此归,恐怕,本而是心情若狂的。 贵族那位前辈能独自猎杀这等天地奇兽,肯定是贵族的几位长老之一。 但此归对我们化神之辈来说,根本就是白日做梦之事。 这次能侥幸逃过一劫,实在是走了大运。 不错,雷归纵然浑身是宝,没有合体以上的修为根本不要妄想其他事情。 而且雷暴一旦结束后,此兽就会在前头地面之下根本无迹可寻。 走吧,希望能在下边的路程能够顺利一些。 方进入蛮荒世界,深处短短十余日,就碰到这种足以可灭杀他们的奇兽,让他们也不禁心情沉重了下来。 其他人也经历这么一番折腾,显然也都没有兴趣再聊下去,随意说了两句,各自回静视去了。 韩丽仍留在原地未动,他从头到尾一直沉默寡言,但在众人都从周首处消失不见后,他抬手朝那雷暴爆发的方向。 目光闪动的,不知在想些什么。 半晌之后,才有些惋惜地轻叹一声,回到玉州最高处,再次盘膝坐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